或许每一部动漫都能成为经典,但经典中总有先后,无论是《斗破苍穹》,还是《斗罗大陆》,只要你心中喜欢它就是第一。 12月2日,腾讯视频的《动漫热播》榜上,《斗罗大陆》已经赶超、新陈变,成为国产动漫和动漫总榜的榜首。 仅仅一天时间,《斗罗大陆》,带来的震撼效果便已经显现。 然而说到这部动漫,就让小臣下意识地想到了前段时间同样热播的《斗破苍穹》。 与《斗罗大陆》相同《斗破苍穹》,也是一部有小说大IP改编的国产动漫。 后者主要讲述一个被称为废物的少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历尽艰辛,几次从鬼门关走过。 最终收获了实力,收获了爱情,振兴了家族的故事。 在少年魔力修炼的过程中,艳遇也是非常不少,并且最终都成为了少年的红颜之计。 《斗破苍穹》,开波以来,不仅掀起了国内小说改编剧的热潮,还让原著小说又有了新的热度。 在当时的国产动漫排行榜上,《斗破苍穹》,一直高居不下,创造了小说改编动漫的传奇。 2017年1月7日,动画开播首日点击集迅速过亿,截止至第12集播出,点击量已突破10亿,成为国内最高3D动画记录。 然而,《斗破苍穹》,以后,《斗罗大陆》的动漫版再一次掀起了国漫领域的高潮。 截止到2018年7月8日,《斗罗大陆》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33亿,这部改编自同名网文的国产动画。 凭借精美的制作,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极具策略性的推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这种事能不仅远远超过了原作。 也超过了国漫文化的辐射圈层,而使其成为在年轻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和渗透度的精品内容。 《斗罗大陆》,究竟比,《斗破苍穹》,好看在什么地方? 这样的问题,对于广大动漫爱好者而言这时有些难以回答。 毕竟两部动漫在国漫领域的影响力都是相当可观的。 如果真的要进行比较的话,或许是唐三的性格更好,而感情更加专一。 毕竟,消炎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情种。 论打斗场面,《斗罗大陆》,的画面感更好,攻击特效更加绚丽,论主角性情,《斗罗大陆》,的男主角更具备好男人的形象,论感情专一。 《斗罗大陆》,《斗罗大陆》,的唐三似乎更加专情,论故事情节,两部动漫似乎不分伯仲。 《斗罗大陆》,《斗罗大陆》,能走在前列,并非偶然,斗破苍穹,落在了身后,也并非必然。 一切都要看广大动漫迷的喜好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动漫更新的速度。 《斗罗大陆》,《斗罗大陆》。《斗罗大陆》,《唐三母亲阿颖美报全场》,《唐号进集风号斗罗》。 文协线二次元撩妹攻略,《斗罗大陆》动画终于重新开播了,而且一下子就是两集连播。 讲真的,两集的内容非常充实,特效满分 人物塑造也很成功 下面我们先来看看斗罗大陆第27集 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又有哪些精彩看点呢? 看点一,唐三母亲阿盈登场,美报全场 在斗罗大陆原著中,唐三的母亲一直都是只出现在回忆中的角色,就连漫画中也很少涉及阿盈的画面 制作组在第27集把唐三母亲阿盈做出来和我们见面,真的是花了一番心思的 单从个人角度来讲,阿盈的形象颜值不输甚至超越小五,而且看起来相对更加疯 满,总体形象远超目前登场的所有女性角色,用美报全场的说话一点也不夸张 看点二,天使五魂提前现身,相当炫酷 阿盈和小时后的唐三都出现在唐号的回忆中,那时候他们正在遭到五魂殿三名封号斗罗的追杀 其中一位还是五魂殿现任教皇,95级的封号斗罗千群级 千群级是99级爵士斗罗千道流的儿子 五魂殿教皇,五魂是顶级的六亿天使 为了追杀唐号,六亿天使五魂提前登场,施展的时候像守护神一样站在身后,相当酷炫 每一代六亿天使和号天锤之间总会发生一些故事,上一代是千群级和唐号,这一代则是千润雪和唐三 父亲欠的债,就让女儿用一身清白来海吧 看点三,阿银献祭,唐号镜及封号斗罗 此时的唐号仅仅是89级魂斗罗,却要接受三名封号斗罗的围攻,即便号天锤再强,想打赢也是不可能的 这时候唐三的母亲阿银选择献祭自己,帮助唐号突破最后一道屏障,成功进击封号斗罗 那么唐三的母亲为什么能献祭呢? 因为她的本体是十万年魂寿蓝银黄,能通过自愿献祭的方式赠予魂还 借助阿银的助攻,唐号终于临场突破最后一道屏障,成功进击封号斗罗 接下来唐号和五魂殿之间的战斗还在继续 90级封号斗罗唐号大战五魂殿三大斗罗,打残鬼斗罗,重伤千寻击 这是唐号的晋级之战,也是唐号的封神之战 其中一位还是五魂殿现任教皇,95级的封号斗罗千寻击 千寻击是99级爵士斗罗千道流的儿子 五魂殿殿教皇,五魂是顶级的六亿天使 为了追杀唐号,六亿天使五魂提前登场 施展的时候像守护神一样站在身后,相当酷炫 每一代六亿天使和浩天锤之间总会发生一些故事 上一代是千寻击和唐号,这一代则是千润雪和唐三 父亲欠的债,就让女儿用一身清白来海吧 看点三,阿银献祭,唐号晋及封号斗罗 此时的唐号仅仅是89级魂斗罗 却要接受三名封号斗罗的围攻 即便号天锤再强,想打赢也是不可能的 这时候唐三的母亲阿银选择献祭自己 帮助唐号突破最后一道屏障 成功进击封号斗罗 那么唐三的母亲为什么能献祭呢? 因为她的本体是十万年魂寿蓝银黄 能通过自愿献祭的方式赠予魂还 借助阿银的助攻 唐号终于临场突破最后一道屏障 成功进击封号斗罗 接下来唐号和五魂殿之间的战斗还在继续 90级封号斗罗唐号大战五魂殿三大斗罗 打残鬼斗罗 重伤千寻击 这是唐号的晋级之战 也是唐号的封神之战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